大家好,我是二姐 冬天我们会经常吃火锅 在我北方呢,吃火锅少不了的一种蘸料 那就是芝麻酱 今天给大家分享芝麻酱怎么调更香更好吃 咱们刚买回的芝麻酱会特别的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把这个芝麻酱给它盛出一勺来 芝麻酱特别的稠,特别的挂勺子 这种稠芝麻酱用起来特别的不方便 咱们盛出四勺来大约 盛出来的芝麻酱咱们给它加一点点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老橙醋 再来一点蚝油 加一点蜂蜜 再加入一小块腐乳 最后来一点点鸡精 咱们先把腐乳给它夹碎 夹碎之后给它搅拌均匀 在这个地方给它多搅一会儿 这个芝麻酱会越搅越稠 大约搅油两分钟左右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种颗粒状了 这个时候给它加入适量的小末香油 然后继续给它搅拌 搅拌这香油全部被芝麻酱吃进去之后 继续加一次香油 全程越加个三四次 重复之前的动作 继续朝一个方向搅拌 这个时候的芝麻酱流动性已经非常的大 而且特别的香 特别的滑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做出来的芝麻酱 可以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 随时吃随时用 方便快捷 小好的芝麻酱我们在用的时候 少量的给它加入纯净水 分次加 这个不要一次加太多 边加边搅拌 加一次水之后 充分的给它搅拌 让芝麻酱把水全部吸收之后 再加第二次 芝麻酱约搅了有五分钟 大家看一下 现在芝麻酱已经特别的细腻 而且颜色有深变浅了 这会儿的芝麻酱是特别特别的香 现在的芝麻酱真的是特别的香 特别的细腻 而且有刚才的颜色 有刚才的深 慢慢慢慢给它搅至 颜色变浅了 现在这个芝麻酱就可以了 这个浓厨度刚刚好 味道也是最佳的 用来拌凉菜 拌凉面 吃火锅 都非常的好吃 这样拌出来的芝麻酱 真的是太香了 拌芝麻酱的小妙招 你学会了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